阿扎一筆 阿扎一筆 不要站錯了 我現在會了這個我現在專業的 專業的 阿扎累了 阿扎累了 阿扎累了是指他又要拿一個嗎 阿扎希望再次阿扎能雪茨 拿到他南部聚會的第一個冠軍 比賽開始我們第一盤 正式級展開 正式氣功打一個插合 跳路又是雪茨角進來 直接配合一個摔 感覺阿扎現在還是對那個雪茨角 沒什麼想法 我先退一下康翔騙解摔 正式又直接摔掉角落 中斷進來 雀反沒雀好那個褲式 這邊跑不進來阿扎沒反應 這站中角跑不進來其實是複蠻多的 這邊氣功不能動 現在又撈一個站中角 這邊有雀反 其實可能很多東西都是複四左右 所以你要一直利用你的 就伺服全角最遠的去做雀反 或是怎麼這樣之類都好 這裡感覺上是完全打不出來 被阿扎的壓制有點 壓制力太強 已經掩蓋過去了 這邊直接一插的全角進來 就想等一下 聖龍或是摔 這邊撈到站中角 套帶到角落 現在不太想讓阿扎出去 又是個站中角一直撈一直撈 不過這邊太近了 神龍拳直接打回角落 不讓你出去 這邊氣功不太能做 因為這邊是有無敵技的角色 這個輪到阿扎想把阿扎B角落 這邊有一個前中拳 反而被打了一個插合 拉回場中 阿扎血量很劣勢 這邊有等到雀腳 有會帶C嗎?沒有 這邊最後有反邊安全跳的set 這邊又是原地跳 六六四四肩摔 反邊 前前摔 前前摔被看破 反點一個帶走了阿扎 由阿扎先拿下一盤 感覺這邊還是阿扎沒有辦法 抵擋掉阿扎的攻勢 尤其是那個旋風角 我覺得阿扎一直沒找到好有辦法去 對對對 這邊有兩個氣功阻止了阿扎的六六 阿扎想用氣功抓他看 哇這邊下的中角一個四路打到了 又壓到角落來 這邊起身 壓得沒辦法讓阿扎就亂動 下中角 下中角少打不過 槍少打不過 打一個counter 這裡很傷阿 進來阿扎被打一套 休六點吧 直接奧生農了 受不了了 這邊被打個TC會回去阿 我覺得阿扎有些打法真的蠻特別 像剛剛阿扎的下中角被擋得住 他選擇的不是直接做屈板 而是做六六摔 因為可能想用摔力去做射車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摔完之後一定只能力提升 等了一下又打個TC 要暈了 哇 如果這裡不要V版跑出去的話 就是跑不出去了 真的 因為其實肯那個旋風角的 強角射車很強阿 這邊又被摔了一下 最後一定血會不會逆轉呢 會不會有底力 這邊摸一下後中拳 要撈一下下中角 沒撈到 氣功 跳路進來阿扎不敢對空 因為怕被旋風角踢到 直接被阿扎打下了兩盤 比數2比0 你需要暫停嗎 需要休息一下嗎 換角色 換場地好 這邊阿扎打算換一下場地 可以調整一下自己的心態 這個換角色我聽說過 就是換場地真的是蠻少見的 YOLO有換過場地阿 YOLO有換過場地阿 YOLO也是不喜歡那些場地 對對對 可能練習場地有那個格子 格子的關係 大家不喜歡 喜歡豐富一點的 喜歡場面亂一點的 打起來才比較刺激 只要這場海灘就好笑了 他們是選 已經固定地圖了 穩好穩好 他剛剛穩好 我們選的是 Layer of the 4king Shadow的總部 究竟換完場地之後 阿扎能不能再氣勢上回來一點呢 不然的話 阿森這邊打的還是 還是完全壓制住了阿扎的防守 巧如又是一個旋風角 不過這次連段沒有做好 好打背 阿扎完全不敢做對空了 有點慘 這邊TC放槍 喔 這裡可以 壓起身 這邊後會拉掉氣功波 所以阿扎一定要想辦法 先拉到自己的節奏 這邊直接做想中空中一空去防止他的 去蒙腿了 這邊有撈到 或是這個State嗎 Shadowloken Shadowloken 有摔喔 前摔又是被解掉 這邊看起來是有打到 但是其實是假的 然後其實下來 這邊摔你 所以繼續被壓到角落了 喔這跑了 反應了 開始阿扎也感覺 換了場地就像換了人一樣 整個人都不一樣 阿不過這蝦中角太甜了 這邊又跑進來 暴氣 這邊摸了一下 這邊極氣極了 跳背想出來 又有極氣氣功 這旋風角太甜了 雖然是3補不過 還是會被去啊 被擋到的話 阿扎終於拿回他的一個燈了 阿扎究竟怎麼能讓2追3翻盤 這邊打reset呢 這邊背後摔 又摔到角落 這邊去蒙角 不知道想打什麼 這邊打角落來 阿扎想只剩一半 暈眩值滿 已經很多 這邊站中角 撈到 剛才想摔沒摔到 被反倒一下 氣功進來 又是跑 這邊解摔有覺得漂亮 再一個氣功 一插龍拳 旋風角 旋風拳 打一個 這邊是想 想出角落還是想解摔 打這裡反而被打回來 阿扎這邊很危險喔 對阿扎很不友善 剩一個點一下氣功 你啃的氣塊滿了 要注意魔血 阿扎這邊還有V Trigger 會不會想試著撈 阿扎 還是摔 這邊進來又是被阿扎那個摔 阿扎來到了賽末連 這邊清拳對空 有喔 不過 感覺阿扎好像常常被 加到一半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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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到只能 所以 阿扎下 拿下來這拳 阿札似乎是有找到一些防止阿成一直跑的方法 真打背 不過就要看下一個解法 我覺得要解掉那個空中旋風角 真撈了一下戰鬥角 氣功 兩邊在氣功合戰 跳路被Sherulcan 再撈一下 摔 阿札有等到阿札 阿札有等到阿札 被等到了 這邊最後一個摔 又來到了阿森的賽末盤 感覺阿森是完全掌握到阿札的節奏了 阿札剛爆頭痛撕了一下 哇這個聖龍真的打到了 阿札這次阿森這次對聖龍角有點甜阿 不過又是被TC短打一套 這邊直接凹了 這邊空對空有 下來 聖龍角 帶CA 欸 就是要壓你的企業 又打到角落 不過這邊阿森也是一個 阿森也是一個 欸自己放槍了 可惜 這邊點了兩下 阿札的V是一個蠻 起身沒有點清拳 這邊下中角到下中角 爆V 下中角 不過這邊沒被缺反 這邊氣功不能動 有喔這原地跳有 噢 阿札拿回燈 對阿札在講也完全輸不得 這邊跳入沒對空 哇這聖龍角有點甜 聖龍拳 帶出 帶出傷害 現在兩邊氣功 這邊有對空有打到 這邊阿札應該要更積極的做進攻了 現在阿札來到了 阿札拿到角落 不過又是被一個TC打了回來 這邊摔到了 六六進來 下中角挖到 跑進來 又是一個跑 這次阿札有看到 再跑一次 爆V 這邊一口流跳解摔 有抓到 這邊循環角進來 不敢對空 這裡很危險嗎 這裡很危險 這邊關鍵的折 會不會被折到 阿札中全先推開一下 欸這個 浮空犧牲打嗎 氣功 這邊幾個兩個六六進來 哇 這個是 這個是雀反 這是雀反 這是雀反嗎 這是雀反 真的波龍拳負太多了 最後阿札 一個下中全的雀反 帶一插七攻 拿下了 阿森 比數來到2比2 阿札的reset 以及阿森的接觸盤 哇 這邊下中全的對空 因為被旋風腳弄掉了 被旋風腳弄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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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6666 感覺阿札已經開始在抓 阿森6666跟跑的習慣了 這邊兩個星眼擋住了 進攻 又是一個旋風腳進來 這車嗎 用旋風腳出來 盡量不要讓自己帶到角落 因為他知道阿森在角落的時候 不開玩笑 不過這邊又被阿森往角落開始推了 離牆角越來越近 住到牆角了 怎麼一直在等 到廁所裡啦 現在在等 現在阿森在等 看阿札的反應 反應是什麼 這邊66摔 沒摔到 被解摔 後退一下想騙康 又等了一下想延遲打康 阿這個氣功 不過沒有被跳攻擊打到 還算可以 阿札血量不太妙 不過遞回距離 還是可OK的 這邊Parrie擋了一下 這邊肯不斷用他 這裡爆V了 這邊有摸到 進來CEA 直接帶走 阿札的reset point 這邊 又是個薰摸甲跳路 摸到一下 不過這邊被雀斑 這邊又是個TC 為什麼 感覺好像阿森在 就是 插招插得非常的好 差到他 這邊又是個摔 又是個摔嗎 沒有這邊騙了一下康 又是摔 又想騙 這邊只能起人數點了 我猜怪你摔不摔 我就是要點你 我三分圈後就是霸道 這邊空對空 防止你在用 你在用旋風角 這邊旋風角 差太高 好像差到頭 所以這邊是布的 後後想躲一下摔 這裡有帶個Cross Counter 不過這邊派人用氣功的 氣功的那個破防攻勢 這裡一直點 我這下方沒缺反 沒有下方可能是尖端 應該是缺不到 氣功 他都被跳路 這個也失誤了 這邊解摔 有解到 阿森 又是66的摔 又被解掉 哎呀 這個氣功是由 阿森贏得勝利 阿森的賽末盤也出來了 這邊跳路旋風角 阿森還是沒辦法去做穩定的 打掉 又被帶到角落很傷 正希個犧牲打 又是後跳想解摔 又被帶到角落 阿森的暈眩值跟血量都不是太好 先穩定一下 哇 這邊又被摔到 這裡又繼續被阿森壓角落之後 這邊非常痛苦了 感覺是最後機會 這邊再把他摔回去 沒等到 結果被反摔回去 沒等到 用波動全慢 把阿森 關在角落裡面 不要讓他出來 不過這邊想 跳出來 被阿森點了一個仙拳 正中角 擋到雪凡 哇 又是個 這邊快死掉了 這邊很危險 這邊解摔 又是個摔摔 哎呀 最後一個解摔 被 一拳 下中拳打死啦 恭喜我們的阿森 恭喜我們的阿森 獲得了這次的冠軍